謝謝大衛的邀請 我這個文章是 對我前面有一個文章 跟陳村陸王 這個文章發表的時候 有朋友評論在做回應 但我這個回應的文章 也在去年 復旦大學的會議也講過 也在台學的中文哲學會議也講過 這一次因為最近有看護要考 我把它擴充了一下 擴充了一倍多 也拿來在這個文章上 向大家請教 也代表了我這許多年 對陳村陸王二系 這也是我們以為公的一個關心的一個問題 我首先是說到前面一個文章的法案 主要是這個問題的引發是 他重新看到 語音時期間有一個提法 他認為清代的討政局 之所以興起 之所以走出了理學 是因為宋靈敏學人出度亡 尤其是諸禄一同的爭辯 經過了幾百年的論辯 在行上學知識論 種種的理論的 哲學理論的爭辯下 都不能夠解決 好像兩個系統都各有道理 都是儒家的一個重要的學說 但是為什麽他們兩者 視同嘴火呢 互相做嚴格的 嚴厲的這個提名呢 這個真理應該只有一個 為什麽在農學成的 基教的理論上 或者在公司上 有些兩派互相否定 但是好像都各有道理的講法 如果這個問題不能解決 也能如何去對於儒學做一個肯定 如何去做功夫呢 如何對於這個誠的內聖之學 能有信心來追求 所以這個問題的確是一個重大的問題 當然這個余先生認為 由於這個問題不能解決 所以引發了學術界的轉向 轉到清代的考證學 於是就放棄了在哲學上 再去追求這兩派的是非 而從儒學的文獻的古意 原意上來做考證 當然這個可以是一個內在的理論 但是這個轉向是否對呢 這個余先生不是十分強調 其實我們都認為 哲學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 哲學的問題要從哲學思考來解決 如果解決不了呢 一直讓兩個情態不斷地互相爭辯發展 也是可以使思想追求真理的活動 存出不穷 規定就把它放棄掉 這個例子在中西哲學史上也有 爭論的時候是不需要一定得到完整的解決才可以 可以一直讓它變賽 很可能啊 這個人類的思想的追求真理的活動 就可以表現為這兩個情態 互相對論 互相影顯 彼顯質疑 可以輪流表現出真理本身 這個是現況 那這個余先生這個提法呢 這個我從他的發情 從他的講法 我發情到我當代 唐君義賢 跟蒙古三賢 對這個陳夫陸王兩系的這個看法 這個蒙先生的講法 他眾所周知 他是認為 肯定心急禮的這個陸王呢 是儒學的正統 那這一系呢 是可以成系孟子 而孟子的講法呢 孟子從心見性 當下肯定人的本心呢 過重 這個從心見性 從當下的不能安排 體會到人的真正的這個本心跟善性 這個是孔子的這個教法 所以羅先生認為啊 肯定心急禮的這個陸王之學 是儒學的正宗 它是屬於宗貫系孟 而諸子 諸子的這個 以這個德務自知 主境從你來 以追求對於理的明白來承言 這個說法當然為是橫色系孟 它認為是儒學的 或者宋明理學的這個別子 雖然成為霸中 還是別子為中等等 那他這個講法是 這個也是眾所周知 他這個說法也對於成書物王的真論給出一個恆定 就是用一中一恆 一個是正宗的講法 另外一個是重要的補充的說法來說 他這個講法呢 他的最好的朋友 唐君毅先生不同意 只是他沒有明顯跟對某些人的說法 其實一定很明顯 沒有點名批判 他認為成書物王的講法 其實是對於儒學的第一眼是肯定的 儒學是成為指教的 這個尊德性能是肯定的 只是如何去尊德性能 他認為成書的條法是看到人心與理的這個不同 這是現實人的生命能 人的現實生命能 跟他理想的 這個人應該無條件的 我依我依物的所謂孟子所說的毅力之變 我這個行動不只是追求外在的合理 我要追求內心純粹 為了這個事該行為 而追求內心上意志上的合理 這個是新興理思學共同認可的地方 只是在成書中看到 我們現實生命對於理想的 這個正習以而某其力的追求是有距離的 所以我們要充分靈禮來使我們誠意 使我們這個意志 使我們這個行動的主體 真正能夠辦到這個理才行 他認為這個物相三是 當下體會到本來這個理就是我願意做的 這個理就是我的心 當下肯定心與理一 而從這個地方難用力 那所以他這個唐先生認為 在農學在成書入王這個爭辯上 唐先生這個定義 不是對於本體的理解而不懂 而是在於功夫論文 這個地方我對唐先生的講法是有點分析 而我覺得唐敬先生的這個說法 我先重隔一下講 因為內容感覺有點多 我覺得唐敬先生的這個講法 跟武康德哲學理論 一個所謂道德法則跟自由意志是相互握的這個意思 來說明 這看對有個理論就是 你通過對道德法則的分析 你就會肯定人能夠有按照這個無條件的律令和實踐的肯定 就是你就會你面對這個道德法則 他說道德法則是言不知道理 神一說不知道道德的是自我欺騙人 那道德本來是該行不行 這個我們孝順的就是 不是因為父給我們好處我們才孝順 也甚至不一定看恩才孝順 人本來就應該孝順 或者是這個人的守信 我們講過的話當然要守信 人講過他不算數就不對了 那為什麼你講過的話要算數 本來人應該算數呢 這個道德法則是無條件的 不是為了什麼 這個言言就知道了 言是知道的 所以你從言言就知道了這個地方進去 你就想到我本來就可以 因為這個道理是該行而行 我們作言的行為下 純心上本來就是 為了言應該守信而守信 不是為了守信有什麼利益而守信 於是呢 我們的心靈 我們這個行動的主體 就可以只是因為該守信而守信 只因為該孝順復活而孝順復活 人家對我們好 我們應該對人好 這個本來應該 就是我們這個心靈本身應該做到的 所以從這個道德法則的分析 你自然會肯定你有這個純粹的意志 而假如你從純粹的意志來進入 我有這個純粹意志 什麼叫做純粹意志呢 純粹意志就是一個能夠按照 本來應該這樣做而做的原則而實踐 這個才叫純粹意志 所以這個純粹意志開始呢 也可以肯定這個道德法則 他說這兩個 就是法則跟自由是相反的 我借用這個理論來說 諸子的格物從里人 他也不是從我們不懂的 這個什麼叫道德原則 什麼叫體 什麼叫毅力之變 然後透過格物從里 來人埋這個道德法則 這個遺傳跟諸子呢 尤其是遺傳遺傳 他就有一點人對於道德法則 本來有所知 但是要從長之進到真知的想法 他舉例就是對老虎的可怕 三歲小孩 三尺的小孩都知道 但是只有那個堂府身邊的農夫 他看過這個農夫 他看到老虎的時候 神色的變樣 那個農夫對於老虎的可怕 就是永生有所知 誰都知道什麼時候的法 譬如剛才講 人講過的話應該手機 但是為什麼我們常常不手機呢 我們沒有達到像這個 譚腐車變成農夫這個地步 所以格物從里的過程呢 是使我們對於我們本來知道的道理 進一步了解 到進一步了解肯定的時候呢 你就覺得非要按照這個道理實踐不可 於是就可以提煉成 按照無條件的該如何行而行的 就是這個道德的足心 這是這個意思 這個意思是可以講的 這個諸子的這個理論呢 可以通過這個意思呢 來給出一個原則 這個地方呢 我請大家看看 有一個 這是請看三十二頁 你能夠歸納一下 這個諸子這個系統 借康的剛才一些理論呢 我認為何以不說明呢 就是有這個 從三十二頁到三十四頁的 有零點 從長吃到長吃 那為什麼你要經過了解呢 你本來懂得道理的故意 是樣的辯證 那麼於是呢 可又通過康德學的 這個道德的 道德哲學的理論呢 來說明諸子 來 這個我做的 那從剛才講的 陸王哲學啊 陸王心 他是肯定這個 我們那個心本來就是 願意 按照這個毅力之變 按照該怎麼性 該怎麼做的 這個自我的要求和實踐 那在這個地方呢 在這個地方呢 我認為啊 當下明本先 力大獲重呢 這個當然是孟子 的功夫 孟子成績於孔子的功夫 陸王也發揮這個 而這個意思呢 剛好就是康德所講的 通過這個自由意志的體會 來瞭解這個條件的事件 但是按康德的講法呢 這個 這個路子 他是不推薦的 就是你的自由意志 不是一個經驗認識的對象 我們所認識的世界 我們得到的經驗知識呢 都在這個經驗的英國法律底下 都在我們通過時間攻堅 而對外界 對內心有所決 有所感願 有所知覺 才可以得到的這個知識 而這個純粹意志 這個無條件的 該怎麼行 而就怎麼行的 這個純粹意志 不是一個經驗上可以認知的事實 所以他不推薦呢 通過對於自由意志的體會 而了解 有什麼叫做無條件的實現形式 但是按照這個孟子路王的講法呢 這個形態的確就是 當下體會到我們 本來就用這個 無條件的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的 一個純粹的這個本性 而中國盧學 就是盧牟先生說 這個是開發的很早的一個形態 從孔子以來都是這樣的 而這個形態呢 在康德的這個講法上 他不認可 但是你不認可 但是這個遠遠流長 有那麼多的這個論說跟證明呢 這個應該是可以成立的一個形態 所以這個 路王的這個形態 是比康德的這個說法近了一點 但是康德的這個 自由意志跟法則 互含相互的這個理論呢 也給出一個 對慕王哲學的一個提醒 這是你當下 本心立大本的時候 你這個本心 你這個大本 是否可以一直維持呢 我們不能夠不承認 人一直都處在感性欲求的限制底下 這是當我們呢 給出這個無條件的 的慕令 我們應該無條件的 做該做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是否做完全甩開的個人的感性欲求 感性的這個愛好 或者失利的這個計較呢 可能是不一定的 常常是這個 我們的感性的愛好 會隨著我們這個無條件的實踐而起作用 因為按照無條件的實踐 你就體會到你真正的人生 而在這個自由決定底下 你要怎麼做呢 我完全是訴諸你自己的一念之間 我自己的一念之間 是從禮還是從氣呢 從天理還是從人欲呢 這個地方啊 如何能夠定住你的良知呢 當然你的良知真切就可以定得住 但是假如在這個地方啊 對於你的良知本身所呈現的這個道德法 能夠用功夫去研究 是否也可以比較可以讓你這個本心良知 是比較在現實感性的限制上 可以接得住呢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的 我這個文章的結論啊 我認為這個惡系啊 通過這個 剛才這個講法嘛 可以做這樣子的一個會議 這是從成初的這個理學呢 你明白什麼叫做道德之理之後啊 你從本來知道進到真知之後呢 你一定要求你自己的心就合結了你 沒有辦法 你一定要按照這個去做 所以說我看這個諸子的年度啊 記載他最後啊 天的日子啊 他最後一段話 他說我們要這樣用功使得心與理 心與理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天地生萬物聖人成萬事啊 職而已 天地的生萬物 跟聖人所作所謂 本來一點私信一點隱屈都沒有 本來就這樣 該如何就如何 就是職而已 所以就是諸子這個心呢 發展的時候 他一定肯定 我們這個心就是一個 本來就該這樣子 就該這樣子 這個心 而這個陸王哲學啊 他在當下明本 心立大本呢 我還沒說 自知存足心物啊 你如何自知呢 自良知在於 你對於良知有這個覺悟啊 你覺悟就擴充出去 自己而已 但是呢 你也一定要對於你的這個本心良知所含的 他這個道德的天理啊 充分要去研究 這個是尊德性和道文學 你一定要把這個 什麼叫做無條件的實踐 什麼叫做道德法則 什麼叫做人性 人為什麼那麼辛苦 明明曉得這個該怎麼做 為什麼做不到 我做不到 為什麼我又忘不了 為什麼這個道德實踐是我們一生啊 文錢共贏的一個自我的要求 這個要了解 要了解 是在這個地方啊 陳朱的形態 要發展到肯定陸王的形態 陸王的形態 要發展到肯定陳朱的形態 每一個形態都要離開他自己 跑到對方呢 才能完成他自己 那我今天表達我這個前見實現 請大家指教謝謝 好謝謝楊教授的報告 下面請中國